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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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請柳先生上來給我們做報告 各位朋友 各位兄弟姐妹 在美國這個地方能夠稱呼兄弟姐妹 真是一件非常高興的事情 因為這裡是華人精英會碎的地方 我想肯定京城裡有各種各樣的討論會 我就在想我今天到底講什麼 能夠大家愛聽幾方面的朋友都能覺得有收穫 後來我想還是以這個併工IBM這個事情為核心 給大家做點介紹 這反正後面還會應該留有一些時間 大家再來討論提出問題吧 我先還是把聯想的那個小屏房再講一次 這個是我的標誌性的東西 就是當年我們創業就在這間房子裡 這是第一張圖 第二個圖就是這個組織架構 因為我屢一次會提到聯想 其實聯想呢 英文有兩個名字 這個聯想控股啊 那就是叫Laden 後邊的那個 下邊的左下角那個聯想集團呢 叫Lenovo Lenovo是做電腦的 聯想控股呢 是現在它的母公司 這個情況先給大家做個簡單的介紹 再下面一張圖呢 就是這個Lenovo的情況 因為今天我們主要是講Lenovo併工 ABM PC的故事 所以呢 這是Lenovo的這個情況 下面呢 下面呢我們就從這張圖開始 就是中國的這個電腦行業啊 在這個90年以前 實際上呢 是一個閉關自首的行業 就是國家呢 怕這個開放以後 外國的企業進來以後呢 把中國的電腦行業衝垮 當時中國電腦行業的老大哥 叫常成 是國家投資的 但是這個保守呢 用什麼方法來閉關自首呢 主要一個呢 是批文 就是License 你進口機器要批文 還有一個呢 就是高關稅 但是這個保守以後呢 就是中國的這個電腦呢 是又貴又不好用 它嚴重的影響了各行各業 對這個信息化的要求 所以國家在這個9192年前後呢 就開始大幅度的降低了關稅 最後呢 在這個92年 去掉了這個批文 這時候呢 就外國企業 就是像Compact ABM 這些呢 就大局的 還有AST 大局進入到中國來 進入到中國來的這個結果呢 就是各行各業的這個 信息化的這個發展 得到了這個極大的推動 但是這個中國做電腦的行業呢 就是被打得個猝不及防 就是幾乎潰不成軍 這個以前呢 長城有一個牌子 叫長城0520 在中國到處都是 而就在這個93年 一年 就整個呢 就匯匯湮滅了 那時候的聯想呢 就是 是一個很小的企業 就是指佔 這個中國電腦市場的 2.7% 面臨這個局勢呢 我記得當時呢 我們開了會在研究 就是無論從資金 從技術 從這個人力管理 方方面面跟國外企業 都完全沒法比較的情況下 我們到底還能不能堅持自己的品牌 好在當時我們研究的這個思想方法 我今天想起來覺得還是很正確 就是沒有老去比別人怎麼強大 而是到底先把自己身上的毛病找清楚 找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對自己的這個企業進行徹底的改組 從組織架構到業務模式 都整個的給它做了調整 同時呢 把當時29歲的楊元慶換上去 當這個事業部的總經理 從此以後呢 果然一年一年的 這個業務呢就有了長度的發展 發展到2001年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看到 就是那時候呢 已經是成為了 不但是中國市場的第一 而且是亞洲市場 除日本以外的 亞洲市場的這個絕對第一位 在中國市場裡面呢 我們佔的這個份額 比二三四位 加起來還要大得多 那是怎麼形成的呢 這裡呢我舉幾個例子 首先呢就是我們對這個 自己所在的這個行業 還是進行了非常認真的分析和了解 比如說像電腦這個 這大家都是做 在這裡都是跟做電腦有關的 所以說起來很容易理解 其實那個時候呢 我們公司的這個成本 一分析呢 就是元器件的成本 佔整個成本的86% 其他的這個成本呢 人工成本等等呢 都是相對很低的 而由於電腦本身呢 它的各個部件呢 全是在發展之中 你比如像CPU 或者像這個DRAM 這些價格的變化 都是非常的迅速和突然的 因此呢 如果庫存時間長 將是造成你成本巨大的 最重要的原因 在這個96年的七八九這三個月 我們做了統計 7月份的時候呢 這個DRAM 我記不清楚是256K 還是512K的吧 這個價格在16美元多 然後呢 就一路下降 到了9月份的時候 竟然就降到了2美元 這個說明什麼呢 說明如果啊 我們的這個庫存中期廠 你在7月份來的DRAM 然後再做成電腦以後 再把它賣出去 超過了三個月的時間 和你在9月份 那時候買的DRAM 然後很快地賣出去 這兩個價格成本 大概能差強 相近200美元 就光了一下 把這個事情 你想清楚以後 就知道了 我們的主動方向 應該是如何壓縮庫存 那麼壓縮庫存當然 因為當時像 比如像這個英特爾 或者像其他的半導體公司 去購買 CPU什麼的 都叫預先訂貨的 它不是說你想買就買的 那麼 用什麼樣的訂貨方式 是小步快跑好 還是是一批 就訂購比較多好 怎麼樣去 預測市場上的更準確 等等這些事情 反正跟有關的每個細節 我們都做了分析和研究 就僅這一項 就使我們的成本 大幅度的降低了 我記得那一年呢 我們大概有六次降價 使得這個中國報紙媒體呢 就驚呼認為 我們是要跳水要自殺了 實際上呢 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利潤 反而大幅度的增加了 市場份額也大幅度的增加了 那麼為什麼競爭對手 會反應不過來呢 它主要是因為 比如美國的大的企業 它總部在美國 在中國派出的這個負責人 它不能夠根據市場的情況 及時做出應對 而中國的同行呢 就對這個行業裡的這個規律 遠遠沒有這個研究的那麼深 在那個時候 我可沒把這個秘密告訴大家 那個現在哪說起來就無所謂 再還舉個例子 比如說 像當時這個電腦啊 這個行業 像我們是通過渠道銷售的 通過渠道銷售的話呢 你如果給渠道放款 這個放得鬆一點 或者是回收的時間長一點 你的這個會賣的就會多一點 這個增加的量會大一點 但是呢 這個應收賬 這個壞賬款的這個風險就會大一點 我記得在98年的時候啊 這個康派為了這個擴大市場份額 就放鬆了他們的這個應收賬款的這個狀況 結果的市場份額果然是 令人有突增 最後的結果是他們當年大概有八千多萬美元的壞賬 從此 從98年以後 康派在中國一絕不整 而聯想呢 由於又是把這個每個環節想的比較清楚 我們創下了壞賬率萬分之五的紀錄 就是壞賬率低於萬分之五 而且渠道銷售還非常的暢色 在當時國際先進企業的標準是千分之四 所以這些東西呢 都是要把行業本身研究的透 才能做得好 另外再講壞一個像 關於所謂產品技術的故事 就是像我們在當時啊 還沒有那麼多資金 能夠大幅度的招攬這個研究人員 在開發方面做更大的投資 我們更多的是集中在市場的要求 然後把成熟的技術 然後用在產品上 這樣的話來提高我們的毛利 具體舉個例子 就是說在98、99年 Internet這個已經開始普及的時候 我們發現了消費類客戶 就是個人買了電腦以後 除了發燒油以外 就是壹般的老百姓上網實際是很困難 因為妳要做三件事情 妳要打開這個機蓋 裝個modem卡 然後再裝上軟件 還要到電信機關去登記 把這三件事情都做了 妳才可能上網 發現了這個問題以後 我們就推出了壹款電腦 當然要做大量的準備工作 做好了以後 這款電腦它的特點就是 打出的這個廣告就是壹鍵上網 買了電腦按壹個鍵就可以上網 這裏面就是壹個鍵上網 讓我們的市場份額大幅地增加 又把競爭對手打了壹碼 這裏面實際上呢 後面呢我們又推出了壹鍵恢復技術 就是系統亂了 按壹個鍵就可以恢復 妳說它是多高深的技術談不上 但是它確實對客戶有用 像這些東西吧 都是我們這個 對行業進行的深刻研究以後 有很強的執行力能做到的事情 當然對行業研究的套的最典型的一個案例呢 就是跟這個 咱們在這兒說的沒有關係 就是說跟戴爾競爭的故事 妳看那個我們在2001年的時候 我們的市場份額是27.5% 到了2002年就降成了26% 2003年繼續下降到將近到25% 那是為什麽呢 是因為前面戴爾沒有注意中國市場 他從美國橫掃到歐洲 幾乎完全打垮了這個康派 等他注意中國市場的時候 我們招架不足了 因為戴爾的這種模式 就是直銷的模式本身 確實從做大客戶一直做到中小客戶 我們競爭不過 這個打了兩年都打了代仗 但是在2003年底的時候 我們詳細地把戴爾的做法 又反覆地做了分析 發現呢就是我們最後選用了 別人認為完全不能做到的 對兩種不同的客戶 用兩種不同的交易模式 一種呢就是對大客戶 對他們用什麽樣的銷售方式 什麽樣的供應鏈 對普通的中小客戶 用什麽樣的方式 什麽樣的供應鏈 然後怎麽樣把這個中間的部分結合起來 因為兩種的話 這個成本會非常高 哪些部分能結合 哪些部分要分開 執行起來將會非常之困難 但是我們做了 那一年呢跟那個戴爾 我們自己感覺到 是進行了一場 對我們來說是 生死攸關 驚天動地的競爭 是爲什麽呢 就是在那個時候 我們那方面 正在悄悄地跟IBM談判併購的事 是2003年底的時候 IBM提出的 當我們認真要準備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一邊談判 一邊要考慮到 談判成了拿什麽錢去買 那肯定是一半是現金 一半是股票 如果我們跟戴爾的儀仗 要是打敗了的話 那股價會跌得一塌糊塗 那那個併購就不能成功 但是由於確實 把這事情分析得比較透 然後再加上公司 有非常強的執行能力 就是最後 就真的就是在2004年底的以後 就是我們那邊全線飄紅 而到至到今天 在中國戰場上 這個一直 我們可能 就是把競爭對手壓在了下面 所以這些 這三件事情 我主要是說明 我們這個 在併國IBM PC以前 用中國市場上 和國際企業在競爭的時候 把我們這個行業 了解得比較透徹 下面呢 就是在2004年 這個進行了一年艱苦的談判 在2004年12月8號的時候 宣布的 這個併購IBM PC 談判成功 2005年5月1號實施了 這個併購這件事情呢 這個受到了中國 以及國際上的廣發關注 中國同行的朋友 還有經濟界的朋友 對我們熱烈鼓掌 鼓掌的是什麼呢 鼓掌的是我們的勇氣 而絕對不是相信我們能夠成功 這個 在2004年底宣布完以後呢 我在北京大學的工商管理學院 有唯一一次講話 當時呢有九十幾個EMBA的學生 都是有經驗的企業家 我問他們 你們對我們這個併購看 看好的請舉手 猶豫了一會兒 有三個人舉手 表示看好的 認真注意以後 有兩個都是我們聯想派去的學員 所以其實大家真的都不看 不看好也很有道理 就是因為在這個IT行業裡 併購的成活率實際是25% 更何況像聯想這樣一家企業 併購ABM真的是蛇吞響 憑什麼你們就能行 現在這張圖呢 是講了併購以後 實際是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這個是2007財年 財年的意思當然就是 到2008年的4月1號 這是我們的一個財年 結束的時候呢 那時候看來併購表面上 還是很成功的 黃的呢是併購前的情況 在沒併購以前 我們是29億美元的營業額 併購以後呢 2007年是169億 利潤呢 是1.4和4.84相比 國際市場的佔有率 是2.4%和7.7%的佔比 這個現金呢 這個儲備大幅度增加了 那麼當時併購前我們考慮了什麼東西呢 併購前呢是反覆考慮過的 當ABM的有關負責商 我們搖了橄欖以後呢 我們首先當然先請顧問 一個是麥克希 一個是高盛 他們都積極地告訴我們家 併購應該是成功的 但是我不敢相信他們的話 因為併購 無論成功與否他們都是會賺錢的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 還是找了一個PE 一個叫GA的公司 來問如果我們併購你們參加不參加 他們說他們參加 這也給了我們一定的信心 然後呢我們還是認真地請顧問 和那PE一起研究了下面四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為什麼 你們IBM要賣這塊PC 那那肯定是它虧損 它到底為什麼虧損 第二塊呢是買回來以後 我們根據什麼 我們做什麼事情才能扭虧為益 第三個呢就是 我們最根本的是想買什麼 最後呢當然最重要的是 風險在哪兒如何克服 那麼前面兩個我就不講了 我想說說我們最根本的是想買什麼 其實我們當然最想買的是品牌 這個SYNC這個牌子 這是我們垂涎已久的牌子了 如果沒有這個SYNC這個牌子 今天我們根本進不去中國國內的銀行 和在中國的這些大的國際機構 這個在談判SYNC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要求把SYNC的終身買回來 但是呢當時也是擔心 這個還要ABM這牌子賠五年 賠著SYNC賣給我們五年 五年以後我們去掉ABM 但實際上呢 到第三年的時候我們就去掉了ABM 現在呢這個電腦上寫的是SYNC 另外一個當然我們很想買的是技術 就是聯想的現在呢有三個研發中心 中國是一個主要的一塊 但是呢日本的這個大核 是日本是ABM做筆記本架構的這個發源地 是在日本的大核 另外日本人的這個對研發的精密求精 這方面的態度和工作方式 都值得我們非常好的去學習 還有在美國呢就是Rolli 他教給我們怎麼樣 站在一個國際的視野上去看待 更高的角度去看待這個行業等等 現在的好處是什麼呢 我們買回的不僅僅是產品是專利 而買回的是三方人員在一起的合作 這種合作本身對中國的技術人員 包括了對國際技術人員 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當然眼界還遠遠不夠 如果要咱們加上硅谷這兒的技術人員 那才是真的 那我就做提升 我們更需要買的是什麼呢 就是 還有就是國際化的資源 就是一個企業 我們出來了以後 儘管在中國會打仗 出了以後就會打仗了嗎 這肯定還是不行的 怎麼去領導國際化的團隊 怎麼樣去使用國際的渠道 打開國際的市場 包括各國的法律這些事情 都是我們要學習的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要買的東西 你比如說像華為海爾 他們做得也非常好 國際化的道路 但是他們要重新自己去建立 自然也會遇到很多恐慌 各自有各自的高招 所以我們覺得 要買回這個國際化的資源 這也是我們重要的一個方面 那麼主要風險有哪些呢 第一個風險是市場風險 就是你買回Think以後 中國人擁有Think 客戶還相信嗎 還認為你這還是Think嗎 這個應該怎麼去解決 當時我們研究了採取了很多措施 首先我們建立了兩個總部 讓人知道這不是一間中國公司用的Think 而是一間國際公司 於是聯想 除了在中國北京有總部以外 在美國有一個總部 同時呢 一定要保證 CEO是一個國際人士 和國際上的這個銷售的界面 以及採購任何有接口的地方 原來是哪些人還是哪些人 同時還請IBM 看到兩千個銷售人員 到所有的大客戶那裡 全跑了一圈 說明我們的情況 果然呢 在當時這個Think的這個銷售量 並沒有受到什麼更大的衝擊 員工流失也是我們的一個 當時擔心的一個主要風險 就是IBM的這個員工 在IBM工作很自豪 到了這個Lenovo以後 人家還願意在那裡工作嗎 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些問題都是進行了詳細的調查 怎麼去處理 這兩個問題都比較好的解決 其實最大的麻煩 對今天所有的併購企業來說 最大的困難 實際還是文化的衝突 所謂文化的衝突 這個應該具體講 就是高層管理人 到下面的管理人 特別是高層 互相之間怎麼配合工作 這個是決定了一個公司 能不能好好發展的重要性 這個在我們併購之前 大陸也有別的企業 台灣也有企業 都有大規模的併購 這個併購呢 都不能認為很成功 我們研究的這個原因呢 可能都是 這第三條 可能都是最根本的 果然 在這個金融危機出現的時候呢 聯想出現了大幅度的虧損 就是這張圖 出現虧損的原因呢 表面上 是這個金融危機的到來 直接衝擊 從根本上講 實際上是我們管理中的問題 而管理中的問題中 非常明確的一件體現來講 在文化磨合上是有問題 那麼在2009年2月2號的時候呢 這個 就是 董事會呢 下定決心進行了改組 這個 從董事長到CEO 不更換的人 改組以後呢 業務呢 確實有了這個根本性的變化 你們看 這張呢 是這個 利潤的圖 這個 2010年呢 這個QE 都矮下一跨 那是 因為它是個週期性的週期 它 它 它不是一路長上去的 每年 第一季度 它都會低下來 第二張圖呢 就更增加一些 這是說明了 這個 市場的增長狀況 這根紅線呢 是聯想的這個市場增長狀況 這根藍線呢 是這個 平均的狀況 這個圖呢 這個表呢 是IDC提供的 過去呢 在2009年以前呢 那個紅線 一直是被其他企業壓在底下的 到了這個以後 我們現在呢 連續五個紀錄 一直是在同行業裡邊 最領先的 就是 前不久的時候 就是 這個奧巴馬跟胡錦濤先生 這個 接見中美企業家的時候 中國有四個企業家在 這個 我有兩分鐘談話的時間 其中我講的一句就是說 我們幣國ABM以後 在美國有了長度的發展 美國的市場 那上個季度的 增長率是5% 而聯想是35% 說到這兒的時候 我很注意奧巴馬先生的眼神 我看的發呆了 這個 這個 2009年 這個2月2號開錄以後呢 我們的這個 就是這一年多的這個時間呢 我們的市場氛額呢 這個也有了很大的增加 增加了1.2% 這個 這個 裏邊呢 這個 大家一定會最關心的就是 憑什麼能夠化解危機 能夠 從那時候成為一個戰略轉折的 首先呢 這個聯想呢 它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戰略 這裡邊呢 就是在2009年 就是金融危機的時候啊 就直接導火線中 有這麼一個原因 就是 就是 中國市場的疲倫 就是中國市場跟那個 世界市場的增長率幾乎差不多的時候 聯想就受到了巨大的衝擊 因為它的 這個業務重心 利潤的重心 全放在那裡 而 這個季度 就是我們剛過去的這個季度 就是我們 我到這兒來是開等會的吧 就是 才宣布的這個季度 又是出現了相同的情況 中國的市場相對比 比全球的市場只高一點點 但是 我們的這個利潤 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48% 而且還有 五千多萬美元 我們把它用在了品牌建設和開發上 就是研發上 如果把那個要加上的話 就更不得了 那是為什麼呢 那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做到了平衡 就是 重心 絕不僅僅放在中國市場 而是 在成熟市場上 我們的這個 做得非常之好 在美國這塊 這個利潤大幅度上 同時呢 產品中 做消費類的產品 跟做商用產品 都相對都平衡 新興市場 要的是戰友率 這個利潤保衛進攻啊什麼的 特別像新興市場 就是 當時我們做的決定呢 就是 更重要的 要的 不是利潤 而更重要的是 要的是市場負責 要的是戰友率 但是 就即使這樣 新興市場 依然也是盈利 這些東西的形成 這些戰略本身呢 大家不必細看這個 總體上 這個事實說明 這個戰略的制定呢 是成功的 而且能夠執行 這個呢 是 我覺得是 這個能夠扭轉局面 最重要的一點 這些戰略制定了以後 那麼 那 憑什麼 就是 你 能夠制定好的戰略 過去為什麼不行呢 我們在這個 制定戰略的同時 由我親自來抓一件事情 就是關於文化的問題 剛才的戰略的制定等等 全是 CEO 領著 這個管理層做的 我作為董事長呢 除了用董事會來積極支持 管理層的工作以外 我只提出說 我負責幫助做一件事情 就是建立好企業文化 這個文化呢 其實就建立了一個 中西方共同承認的核心價值觀 研究來研究去 大家就提出了 這把個字 就是 說到做到 盡心盡力 而說到做到呢 他們用英文來表示 就是四P 就是想清楚再承諾 承諾就要兌現 然後呢 還有一個呢 就是公司利益之上 每一天每一年 我們都在進步 這個說到做到本身呢 也要真做到 對以前這些國際公司也是不容易 以前 就是當訂購以後呢 我就沒再當董事長 我就是作為一個董事 每次開董事會 實際我總是覺得很痛 就是 這個管理層 提的這個預算 總是提的 這個當時看了 讓人很振奮 第一個月過去以後 說明情況發生了變化 於是要減一下 第二個月過去以後 說明情況發生了嚴重變化 這個預算要減一下 到最後 這個嫉妒過去 它又是虧死 經常永遠是說了做不到 這個 跟我們以前的東西 這個企業模式 是完全不一樣 弄得我非常的這個 痛苦 所以呢 就是 一定要 把一個企業 變成做到做到的企業 於是就要形成一個 就是想清楚再承諾 承諾就要兌現 批出這樣的價值觀 更重要的一條 就是 第三條 就是為什麼能夠形成 就是 這個CEO呢 領著 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中西方人建立了一個好的班子 一個中西合璧的班子 一個中西合璧的班子 CEO呢 就是楊仁慶 他原來是當董事長的 改去當CEO 然後呢 領著 下面 一共有八個人士 這個非常平衡 四個國際人士 四個中國人 他們形成了一個 這個中西平衡的班子 這個班子非常之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呢 就第一 這個班子呢 要有一種 主人的心態 在工作 你不能抱有一種 職業經理人的臨時觀點 在工作 什麼是臨時觀點呢 就比如說 像 我們剛剛併過完了以後 你明明知道 重心在中國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往全球去做布點 但是那你就要投資 你就要投資在IT建設方面 投資在國際上 需要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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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產品的 這個研發方面 你不捨得投資 你只想 把這個利潤提的挺高 未來 終於會有一天 情況 一觸發 就要會發生變化 另外 像各個部門之間 它總有利益衝突 是不是真的能把企業利益 放在第一位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第一重要的 是這個班子的態度 當 這個 一開始 就2002年9月 重新建這個班子 原有的CEO 離開的時候 我相信 那個 四個國際人士 都是準備走的 只不過在當時工作未必好找而已 要留下他們 當時主要考的是錢 可是今天 我相信他們絕對不是的 他們會 現在已經開始 以非常主人的這個心態 在做這個工作 別怕別怕 那麼 這是第一個條件 就是這個 心態的態度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這個班子怎麼工作 所謂班子 人家都會說哪都有一個班子 但這個班子的工作方式是不一樣的 他們要變成長期在一起 緊密結合的 互相深刻了解的朋友 他們現在的工作方式是 這個每一個月集合在一起 到某一個地方 比如說到這個 印度 或者到巴西 或者到俄羅斯 或者到日本 在那裡開會 了解市場 研究未來的行業發展情況 做任何一個決策 都不是馬上就做 而是這個班子的人 這個連續對這個事情 反覆進行討論 比如說現在的 這個 未來的這個 電腦是什麼形式 他們會 連續的在進行討論 然後 再做決定 在做決定之前 每個人把自己的工作 和這個決定有什麼關係 都反覆進行過研究 因此在執行之中 他就會能得到保證 不然的話 你比如像國雀 他可能CEO 要決定 併購另外一家公司 他只和CFO談 錢夠不夠 和戰略的關係談 這個併購以後 大概是出於什麼情況 然後他就做決定了 他把他的班子 很多人叫到一起 讓大家表態 半天 一個會 你們說同意還是不同意 立刻就說yes or no 實際上呢 說的人 可能就未必負責任 真併購回來以後 你說你原來的這個部門呢 你自己公司的業務 和你併購進來的業務 到底怎麼配合等等 可能都沒有詳細想過 而今天這個班子 它也肯定是不一樣的 它是111的經常的交流 這個經常的交流 是什麼東西 能夠把這些人 剛才說吸收變成為主人呢 其實 這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就這些人本身 這個感到自己的意見 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真的像主人一樣 在這說話 而絕不是CEO做了以後 他們就停 CEO本身要非常謙虛的對待 這個他們的意見 然後再做決策 慢慢慢慢的 就這種形式本身 會使他們產生改變 再加上就是激勵 就是當真做好了以後 這個長期激勵要能夠兌現 不僅是對他們 還有對其他的員工 另外一條呢 就是這個班子要建得好 其實還是要更換 就是這個被更換的人 因為這個班子 未必一個班子就馬上就合適 你像我從半聯想到今天 這個班子都換了幾次了 那麼更換這個主要人員的時候 怎麼能夠保證 能夠很平安很平順 讓這個人呢 有一個很好的降落傘 能夠落地 這些東西都是要考慮的 所以現在這個班子好 實際是這次扭轉的一個根本的地方 有好的班子 才能制定好的戰略 然後才能建立一些好的文化 帶領其一支好的隊伍 這些企業才能夠真的做得多 以及這次調整的摩擦 成功 哈記 感谢观看